这部TVB巨大结局曾灭哭不少观众,男主为复活兄弟决定牺牲自己。 相信不少观众都曾看过TVB版《神雕侠侣》、《天龙八部》等有小说改编的剧集,这些剧集都曾深受网友欢迎,带领大家进入不一样的武侠世界。 同样热门的还有一部TVB武侠剧,它就是《大唐双龙传》,同样改编自作家黄毅的同名小说。 不过结局却让许多观众无法接受,很多网友都被这部剧的大结局虐哭了。 胡定心、吴卓熙 扣重、许子玲 许子玲 许子玲、施非宣 GPB 具《大唐双龙传》以隋朝末年为背景,讲述扬州的两个小混混扣仲和许子玲,因获得武功秘移弹生绝炼成高超武功,从此征战天下的故事。 剧集的主演林峰 吴卓熙 杨怡以及胡定心、唐宁 李倩都曾因为这部剧收获了许多粉丝 武林中人都梦寐以求的长生绝落在寇仲 林峰氏和徐子玲、吴卓熙 身上自然是引来不少江湖人士的追杀 除了宇文化集,还有魔道中人玩玩,胡定心事 大唐双龙传 大唐双龙传剧照 在感情方面,扣仲遇上李世民的妹妹李秀宁、杨怡是,同时结识了宋家小姐宋玉智 李倩是,两人成为斗契冤家,却渐渐产生了感情 而徐子玲则认识了此行敬斋对圣女师飞轩、唐宁氏 却被妖女婉婉缠上,婉婉对徐子玲更是产生了真感情 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扣仲遇急速提升武功使用鞋底设立 大气溅露,幸好在徐子玲的帮助下吞下和势必的粉末而变得清醒 最终听从了徐子玲,秀宁的话才放弃争霸之心 吴卓熙 林峰 林峰 吴勇威 吴卓熙 很多网友都以为该具一大团圆结局 但其实不是,扣仲和徐子玲最终受李世民邀请在玄武门查序 最终两人难逃一死 再生死一线 两人用长声诀可以复活其中一人 扣仲决定吸收自己复活徐子玲 很多网友对于此结局有些无法接受,甚至被虐哭 在这里面有些无法接受,甚至被虐哭 会有些无法接受,甚至被虐哭 这边有些无法接受,甚至被虐哭